最近这几天天气是温暖舒适 但是早晚温差比较大 洋葱式穿法会比较妥当 我们带您看到的是卫星云图 事实上今天在高屏还标出30度的高温 但是低温在西半部地区辐射冷却的加持之下 在苗栗只有10度 早出晚归还是要注意温差相对比较偏大 最近这几天的天气蛮雷同 基本上各地都是看得到阳光露联的天气 风向比较偏东风东南风 所以周休假期各地天气晴高温来到28度上下 下个礼拜一开始就东台湾迎风面云凉稍稍比较偏多 早晚温差大的情况底下 大家还是要记得这个时间点出门下一件外套 明天的天气带您看看 明天北台湾跟今天天气差不多 同样是感受中午的时候比较暖热一些 而至于在中台湾高温来到24到27度 南台湾的高平 接近中午的高温破30度 东台湾的高温则是落在15到16度 外岛地区同样的早出晚归 温差相对比较大 提醒您 未来几天的天气相对是比较雷同的 好天气一路到周休假期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